几个方法 假设要自己做的话 一样用先做一个 然后再分别把这两个 放在Average里面做平均 不过假设你要请翘域帮你完成的话 也很简单 第一个你把问题叙述一下 我是建议如果你假设没有把握的话 最好是一下子不要给三个栏位 你就直接先问他一个 先帮你查什么 查F3就好了 所以我这边是分阶段查 先查什么 请帮我撰写Excel公式 然后从F3 F3的话指的就是这个储存格 然后帮我做什么 帮我查询名称为考基 这个我刚打错 应该是考基 这个名称的话好像叫什么 公式里面的名称管理员 里面应该叫考基加个等级 考基等级 考评等级 然后少加两个字 如果记得将来如果假设他帮你产生公式 你可以自己改一下 然后一样取出第二栏 资料 OK 所以他帮我做出来结果 这个地方就有了 那一样 当然你可以把这个公式复制一下 不过目前的话查到的 理论上只有查什么 查假是几分 所以如果你假设做一个 这个 我改一下 应该是考基 什么 平 等级 然后少两个字 这可能要自己加一下 当然如果 另外一个方法 如果你懒得打这个几个字 你按F3 它会跳出来 OK 然后考基等级 这样也OK 这样反而不会错 自己打的时候反而会出错 那一样 他这个查完的第二个栏位 那这个FORCE你一样可以改成零 你不改没关系啦 我的习惯是改短一点 打勾的话应该就85分 有没有 那可是问题我要平均 这个跟这个 所以其实 它几个做法 就是你如果用 Average的话 你可以再把这个公式解下来 然后 这一个的话 应该就是在贴过去之后 把这个F3 改成G3就可以了 然后这一个的话呢 就是 除了把这个改成 H3之外 另外一个是 他本来考基等级 就叫什么 考 他有什么名 如果我忘记没关系 按F3也有答案 我把这个先减下来 先做一个 减下来 然后我用Average 所以Average的话你可以插入函数 那平均的话呢 它是在统计类里面的这个地方 OK 统计类的Average 平均啦 或者是说你才常用里面有平均啦 也是一样可以得到那个函数啦 所以统计类里面Average 按确定 那他会跳格子出来 你就把刚刚公司贴上 贴第一个的话呢 就指的是这个甲 查完 那第二个 在Lumber 2的地方贴上 把这边改成F3改成G3就可以了 那这边的话呢 一样就贴 然后把这边改成H3 但是它是ABCD的那个 所以这个不一样 那不一样我刚刚讲过 你可以自己自己打 那你有时候你 实在是不知道这个名称叫什么 你可以把它Delete掉之后 按F3 才它会跳出来 那你用选了 有没有不是这一个那一定是这一个 考评等级 我是觉得这一招应该是比较不会错啦 因为你有时候要切来切去 所以记得啦 那个快速键就F3 这个可能要稍微记一下 F3它就跳 这一个表格出来 OK 那或者另外一个啦 你会自己打你就自己打 然后我个人是比较习惯 就是懒人 F3跳出来绝对不会错 然后这样考评 好那就是 这三个的平均 有没有 所以其实你只要做一个 贴贴 然后它就完成了 按确定 有没有平均 然后向下填满 这样就OK了 那当然我刚刚的做法是先做一个 另外两个用贴的 或者是说啦 你说我实在是你这个动作有点复杂 如果你假设啦 你实在是不想要自己想这一串公式的话 其实我也试了喔 在云端在那个QRGB上面呢 我一样就是把问题丢给它 就是先做F3 然后再G 有没有 那就是把这些问题呢 再叙述一遍 它一样好像会帮我把结果给做出来 OK 不过后来我好像有修正了一下名称啦 所以底下 然后底下再平均 或者是再平均的话呢 可以再用Average平均 后来它好像这公式有做出来 而且是没有错的 有没有 这个公式 这应该是就是Average 然后第一个 然后斗点第二个 斗点第三个 但是这个这个多两个字叫范围 我记得好像底下我也跟他讲说 不要有没有 好基等级 有没有 范围不要有范围两个字 就直接跟他讲说 你公式里面不要这两个字 那他明白了有没有 你会发现他其实还蛮聪明的 有时候真的有点怀疑 他到底是基气还是人 OK好像比人还聪明 OK 那他就帮你改了 有没有 他自动就把这两个字 直接拿掉 然后把这个公式直接贴过去 应该也可以的 把它复制一下 这个做完的结果 如果用TrustryBee做的话 结果一不一样 好像差不多是一样的东西 有没有 然后只是说我把FORCE改成0 他用FORCE 不过这个结果是一样的 就没差 打勾一下看一下 一样嘛 有没有 所以其实用TrustryBee做 或者你自己做都可以 有的时候你觉得很懶得 自己去想的话 干脆你就在TrustryBee上面打一打 他工资也给你 那你根本连想都不用想 因为说真的 你有时候要记一大堆公式 你又不是每天用 你让他记得起来那么多 所以没关系 如果你实在是有困难 直接就请TrustryBee帮你产生 然后再来的话 这个比试就是指的是这一块 我刚刚有解释 就是这一块的成绩 那他这个占百分之30 他占百分之70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给公司 这个可能直接自己打好了 等于 直接先打个等号 等于他这个成绩 所以点他一下 乘上0.3 百分之30就0.3 再加上他这个成绩 乘上0.7 就是他的这个比试最后的成绩 像这样填满 然后合计的话 就是这个成绩乘0.6 这个成绩乘上0.4 加在一起 所以一样等于 这个成绩先点一下 那我的习惯是点一下 他的这个储存格的位置 他就自动帮你显示 当然你说老师我不要点一下 我自己打个位 可以啊 但你要看 K3 然后再乘的话就按一个新号 乘上 那上面是60 反正60就0.6 0.6 加就按一个加号 然后这个成绩就点一下 L3 当然你自己打也可以 乘上0.4 有没有 这样就算出来了 打勾一下合计就有了 OK 这应该没问题吧 打勾 然后向下填满 那名次的话呢 就是再插入一个叫rank.eq的 统计的一样 所以算成绩 算名次的话呢 刚平均也在统计 好像康义弗也在统计 这个可能 然后呢 rank.eqR开头 所以你往下找 R开头 有一个叫rank.eq这一个 那就是排名嘛 rank等于按确定 然后呢 它的成绩 number就是它的成绩 REF就是所有人成绩 所有人成绩是M2 Ctrl Shift向下 Ctrl Shift向下 为什么 因为选到底 但你这样自己拉下也可以 只是说因为底下的资料太多 你要拉很久 有时候过头 你要上上下下的 那最后按确定就可以 不过按确定之前 可能要记得一件事 因为等一下名次要向下填满 那你的这个M3往下 这个因为它的规则 只要向下填满 都会把后面的数字就列号加1 那这个M3这个往下M4没问题 可是这个范围 你不能说那个范围 本来是M3到M40 下一个变M4到M41 那不对啊 范围跑掉 所以怎么办呢 如果你不要让这个范围跑掉 还记得吧 请你在什么呢 3跟40前面加什么 钱的符号 这个前面同学问过很多 这个一定要会 这个如果锁定不会的话 那你结果一定是错误的 所以很多人说 老师为什么排名最后都乱掉了 因为你少加了钱 OK 所以特别注意 那锁列就是向下 如果你有向右的话呢 那记得要锁前面的蓝 OK 所以你说老师 为什么M前面不用加钱 因为我们没有向右拉 向右填满 才需要管蓝的部分 OK 所以再加钱的部分 好了 按确定就OK了 排名就排出来了 他是第11名 OK 向下填满 好 有没有 所以下一个的话呢 有没有发现 这个是M3 然后范围 下一个的范围还是M3到M44 在下一个还是一样 一样都那个范围 也就是他的成绩 他的合计的成绩 在这一个范围里面排第几名 那就都对了 好不好 OK 那所以我们刚刚产生了几个公式呢 1234567 所以如果我希望等一下 因为你说老师我每天都做这件事 每天都在还是有点麻烦 所以我每天要做什么 我希望能不能按个按钮 就自动帮我把这七个公式 自动填上去之后向下填满 填上 自动就做这件事 这些也都一样 然后再多一个按钮的话呢 按下它 这些都清空 那要怎么跟那个 所以我们这个部分 按钮一定是想到VBA 一定 因为VBA里面有两种模式 两种形态 一个是变成制定函数 一个是按移 就是直接执行 特别主要 这个就是一个要用一个SUB 那我们要怎么样写这个程式 我们待会再来再讲 OK 所以 当然你可以叙述 请帮我撰写 这个VBA的SUB程式 那要做什么事 输入这个向下填满 输入这个 那这样它就帮你写完了 待会我们来看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然后 我会看 我们会让它进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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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上水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